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嘻哈萌宠联盟,我是萌萌 鸡到底会不会游泳呢? 因为老外直接把鸡丢进了游泳池里 结果是什么样的呢?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对于鸡这种动物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毕竟农村几乎家家都会养鸡 而且现在喜欢吃鸡肉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可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鸡这种动物不仅飞不高,而且也不会游泳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所认为的 所以鸡这种动物到底会不会游泳呢? 国外一位老外就做了一个实验 这位老外家里养了一只鸡 在平时的时候,这只鸡非常喜欢站在高处 有一次,这只鸡居然扇着自己的翅膀飞走了 老不管怎么追都没有追上 看到鸡飞的模样,老外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么就是,鸡既然可以飞,那么它可不可以游泳呢? 所以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老外抱来了一只白色的鸡 然后将这只鸡放在 视频前的你,如果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,硬度不够,中途疲软 阴晶短小,虚汗,阴囊潮湿 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-3400 中药秘方条理,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 878-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,皆可免费咨询 骗了而已 虽然鸡的游泳技术没有鸭子那么好 但是如果鸡真的落水的话 它们绝对有自保的能力 而且还能顺利的回到岸边 也就是说,鸡不仅可以游泳 还可以飞 看到这么厉害的鸡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年都小瞧了鸡呢? 看到这里,你们有什么想法呢? 关注我,每天都能看到更多精彩有趣的视频 你关注了吗?